竹队员全部受到惩罚 竹鞋主席 陈虚员拿出行动 全体国竹的主力运动员 全部都唉声叹气 大家好 谈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阿信的视频点赞关注 让更多喜欢足球的朋友们 看到阿信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国竹队员现在的比赛情况 跟现在的状态发挥 可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接连受到大家的纷纷质疑 包括了之前在过年期间 国竹的运动员甚至在大年初一 当时却被越南队打了一个3比1的大比分 一汉输掉的比赛 提到过后的比赛 更是让广大的球迷非常的失望 毕竟国竹运动员 现在是拿着非常高额的年薪 过去的这几年 有些运动员甚至拿着超过了2000多万的年薪 而最终踢出来的水平 踢出来的水准 却被广大的球迷纷纷给批评了 因为国竹运动员拿到的年薪这么高 对比起女竹的运动员拿到的薪资那么低 但是最终踢出来的水平 反而是女竹更加的出色 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 而男竹运动员则是在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 接连遭遇到了挫败 连续面对着国外的选手 甚至面对着越南战队都要输掉比赛 差一点还被对方打了3比0 那么国竹运动员最终没有交出合理的答卷 而且每一名运动员 大部分的球员都是受到了批评 现在作为足协的主要负责人 陈虚源 他也是拿出了决策 最终做出来的决定 也让大家看到了国足运动员接下来每个人都有份 每个人都到受到相应的惩罚了 那么提到这里最为核心的第一个惩罚 那就是每一名运动员的薪资问题 谈到运动员的年薪 那么在过去的比赛 起码每名运动员都能拿到几百万的年薪 现在却非常的失望了 据了解到现在的足球运动员 那么现在国足队伍 足协方面 以及国足最终开出来的年薪 可以说直接下跌了百分之九十左右了 说白了也就是 原本可以拿到一千万的年薪 跌到了一百万 原本拿到五百万的年薪 跌到了五十万 而据了解到最高的年薪只能去到六十万左右 这对于大部分的足球运动员来说 过去拿着这么高额的年薪 现在直接悬崖式的下跌 直接下跌了一大半 仅仅剩下了百分之十左右这样的年薪 可以说这对广大的国足 国脚的运动员 那是非常的伤心 毕竟据了解到国足运动员 大部分时候在过去都是开着豪车 坐着豪宅 而且每一名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坐着别墅 这样的水平的 然而最终在国际的赛场当中打出来的水平 却让大家非常的失望 而且纷纷是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很多媒体 都是表示到了 国足那真的是有点像扶不起的额斗一样 那可以说现在足协的主要负责人 程序员他做出来的这个重要决定 让国足运动员大部分的球员都拿不到高额的年薪 每一名运动员最高你只能拿到60万的年薪 对比起以往拿到了几百万年薪 甚至两三千万的年薪 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 这也迫使现在的国足很多运动员 在国内打比赛已经很难待得下去了 有些运动员能力比较强一点 选择去到国外去打比赛了 包括了无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然而作为对比之下 你要想去到国外打比赛 你必须要拿出一定的实力水平才行 根据目前现在国足的大部分运动员来说 只有无垒跟张玉宁这两名核心 有具备足够大的实力去国外打比赛 而其他很多运动员也只能够说 乖乖的留在国内打比赛了 然后最终拿出来的水平到底如何呢 现在来看确实非常的尴尬 那么大家认为国足现在的一个足协主要负责人 把这个年薪直接暴跌了下来 降低了九成以上 那么大家是否觉得合理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给阿逊的视频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继续分信分享 下期